今天我們來看看2015年DSE PAPER 2A的第一條 這條我們想做的題目就是做這個Band Reconciliation Statement 即是我們俗稱的Band Reg 我們來看看這條題目 這條題目它做的時候 你會看到它給了某個公司的Cash at Bank Account 以及給了一個Band Reconciliation Statement Account 所以我們首先要做的第一步 其實就是對一對它的Band Reconciliation 即是大家開始剛剛是一樣的 我們已經看到大家開始剛剛是一樣的時候 這條我們還屬於比較簡單的題目 我們可以繼續做 這是Step 1 Step 2 我們開始就要對 我們對一對究竟兩邊有沒有數字是一樣的 而兩邊都是入錢 而另一邊是出錢的呢 我們就可以把數字拆掉 我們對一對 我們Cash at Bank Step 1 side 就代表一定是收錢的 這個我們其實是Beposit 這個代表 而Credit side這一邊 其實就是RefDraw Go 即是拿錢的 所以我們兩邊就可以對一對 我們先對Deposit 有沒有數字是一樣的 有的 2400 2400 然後再看 1900 1900 1900 這裡也對 然後再看93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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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們Cash at Bank 做第二步的時候 其實我們做Step 2 就是把相同的你品質 可以先把它先燒掉 我們做完Deposit這邊 當然可以看同一個 VFD 即RefDraw Go 那些東西是一樣的 可以看到Electricity Electricity 1900 對不對 這個是一樣的 然後還有就是5200元,這個5200元都一樣 其實可以對付的,除了對付的 amount 之外,可以對付支票的 check number 支票的 check number 譬如707891,這樣才是相對的 另外譬如707892,7892都一樣 所以你可以對付支票的 number 其實都可以幫你調查相對的數 這個第二部呢,這個我們就完成了 好,當年去到看第三部的時候 我們會再看看,啊,究竟第三部應該做什麼 當然就是看看additional information,這個是step 3 看看多少 information 我們再看看additional information的時候 然後呢,究竟有什麼地方呢,我們是需要去處理的呢 好了,看看吧 他說,在12月18日,a customer Sunny Limited 那我看一下, Sunny Limited 他就make a credit transfer to the company bank account 那你見到,他就說做credit transfer的意思是說什麼呢 即是說直接我們傳了錢入銀行的意思 可以嗎 直接傳入他的 那你直接傳進去的時候呢 我們很明顯就是 應該要更新的什麼呢 那後面應該要更新的那個 增加,即是應該 debit上那個bank account 因為你傳錢入來,對不對 所以應該更新的那個 所以應該更新的那個 這個是你應該做的,其實應該要知道的 那當然就看看 後面你見到這個數 看上去應該是直接傳入 那就是應該是12300 那就是在說這個item1的數 好,然後我們再看看 咦,他說是12月21日 12月21日見到了這個 那他就說一張 120485 was received from a customer eep limited 噢,他就說收了頁錢的 but it was record as a payment in the cash bank account 咦,那你對回了 咦,對呀 看一看一看 你看一看,你看到在 阿葉這個的21日 你入了做 入了做 就是入了扣的錢 對吧? 那就是變相來說 應該你在做這個 update的時候 應該要將它怎樣呢? 那明顯應該是你第二項這個位 那我們看看這裡 看到應該入錢的,對不對? 正確應該是入錢的 這個是correct,正確應該入錢 但是你入了是當給錢 那於是你要怎樣呢? 那很明顯地 當你的數字做回正確的時候 應該就是 debit 是bank account的debit side 應該這樣說 在debit side做事 在debit side做事 在debit side入錢 那入錢debit side這裡 那我就回到bank 也update回bank的 可以嗎? 那當然你的amount要怎樣呢? 你的amount很明顯 就應該要將它 double count 因為你現在本身是 收錢 但你當我付錢 所以要將4000元 乘2 好 那我們現在呢 就可以開始去 做我們旁邊這一條的數 看看吧 我們看回的時候 當然就先先開了兩個 cash at bank account 和bank reconciliation statement 首先第一步 你要去看看 究竟 cash at bank account 的balance blockdown 是什麼呢? 千萬記得 找balance blockdown 我們其實是在看 最後這個數 這裡 抄這個 我們抄的時候 這裡應該是 december 31 OK 可以嗎? december 31 所以應該做回 balance blockdown 應該做回 58930 這個呢 大家要清楚 是拿回 balance capital 過回 這個 大家要知道的第一個步驟 好 然後我們再看 當然你要update cash at bank account 的時候 一定就是找一些 你在 bank statement 裡面 沒有查到的item 我們直接有update 好 第一個 sunny limited 那裡 它說是入錢的 那你應該要入錢進去 然後你進回 sunny limited 那記得是入 他的account名 OK 不要寫 你可以後面 cfine credit transfer 但是我們主要都是看account名 的 一定要記得 入account名 所以123 0 好了 然後再下 然後呢 這個其實已經做了 可以塗一下 OK 好了 然後再看 你剛才說有個check deposit 這個入回到yip 於是你這裏 yip這個 都可以入回 進去 當然剛才也說過 我們說yip這個case 應該是要double count 所以這裏應該入回8000 可以嗎 那我們頭兩本就這樣 好 然後再下去的時候 我們就要看 咦我們入完deposit 那到withdrawal 那我看回 這裏應該要給 或譬如what 就是experience Direct Debit Direct Debit 你見到這裏要Direct Debit 的意思呢 即是直接扣數 在銀行 OK 可以嗎 可以嗎 OK 好了 那我們這裏都處理了 3100 好 然後我們再入 再入的時候 我們看回 這個做了 那refer to draw 這個要記得 refer to draw 也是我們常見 在題目上都會出現的東西 refer to draw 就是代表 代表你有dishonored check dishonored check 即是我們俗稱的彈票 對吧 所以你由於彈了票 那現在你本身 refer to draw 即是說你本身是 入錢給你的 但是現在就入不了 那入不了 於是便會彈票 於是你找回 可以找回哪一個人 可以找回 原來19300 19300 一推上去 是誰的呢 噢 原來是一張票 入了19300 12號 原來是amand limited 所以你這裏 應該要做的時候 應該要寫回 amand limited 那個名字 可以嗎 那我寫回 19300 那 這裏就是 做的時候要留意的 你可以在後面寫回 dishonored check 但是我們還是那裏 最主要是 一定要有那個account名 好了 然後19300 我們做完了 做到最後 Band Chargers 都要入了 Band Chargers 都要入了 我們就多入了30元 好了 我們入了這裏 的話 後面我們可以 做回 Balance Carry Down 做個Balance Carry Down 左邊的Debit Sign 應該大一點 應該有79230 那這裏是79230 我們做完這裏 Band Chargers 是56800 行不行 那這裏就是 我們做到 Part 1的時候 就會這樣 好了 看看Part 2 Part B Part B來說 我們要提升 最重要的是 就是看看 究竟 它那個題目 寫著 Command 就是由誰做開始 開始 開始的Balance 是誰 今次的開始的Balance 是updated catch at bank balance 即是說 拿什麼數 應該就是 拿上面 Balance Carry Down 這個數 所以我們這裏 應該開始寫的時候 就是 Balance as updated catch at bank 要記得 應該寫 56800 OK 你是在上面 拿回數 好嗎 這個 56800 OK 我寫好 56800 行不行 56800 然後呢 我們當然有 Add和Less 你可以先寫 先寫 然後 做到最後 做完那個數 是什麼 當然你是想做Balance Reconciliation Statement 當然你是想 跟Balance Statement的數 是一樣 Balance Statement的數 在哪裏找呢 你可以找回 去到最尾的時候 找回 咦 這個不是 603 這個就是 最尾那個數 於是這個就是 60380 你想做到的效果 就是 令到它一樣 好了 我們看的時候 然後呢 我們說要看Balance Reconciliation Statement 我們就要看 Add和Less 究竟 中間它這裏 它要加些什麼 和減些什麼 那我們這個呢 就要看回上面 那個Cash at Bank 那個 哪些地方 是未處理的呢 明顯見到 有了 未處理的地方 譬如說第一個 Land Limited這裏 那我們這個數 是見到是 入了錢入銀 入了錢入銀 但是銀行就未出數 那就是說 這張我們俗稱叫什麼呢 這張俗稱叫什麼呢 這張俗稱叫做 一張 uncredited check 那這個uncredited check 你才可以馬下 那就是這張uncredited check 那就是這張uncredited check uncredited check 那以是 你Cashbook入了 但銀行沒有 那於是 即是銀行的數是小一點 於是我們會用一個減的方式去處理它 那這些uncredited check 那這些uncredited check 的名字呢 是要存對的 uncredi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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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可以寫回 uncredited 然後寫回 數 8620 好了 那這個我們都處理了 好 還有一個 Tony那個數 剛才yeps limited 這個處理了 對吧 Tony那個數是什麼呢 Tony那個數呢 這張票呢 我們說Tony這個就是叫做uncredited check uncredited check的意思是什麼呢 就是說你開張票給Tony 即是你給錢Tony 但是Tony就沒有過 那於是你銀行就沒有Tony扣那數出現 那於是我們再加一張uncredited check 那所以你要做的時候就是 要分清楚哪個add哪個less 因為你銀行戶口未扣數嘛 那即是這裡的數影銀行還未夠 那於是你便加回 那便加回這個 那便加回這個 1220 0 好 那我們 這裡做完中間的運算 如果你有計算機的話 你可以自己試試 那應該加完的時候 應該是會等於最後60380 好 那我們這一條就做到 這裡吧 怎麼會堅持 麻… 谢谢大家